山东输球不输人 CB1裁判再次抢劲 徐场所在场面看萌了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CB1 聊一下沙东队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沙东队 可以说想要进入机构赛的话比较快 因为目前来看排名比较靠后 需要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 争取能够打出一个连胜 争取能够捕捉进机构赛的名额 就在刚刚的比赛中 可以说山东队遇到了强敌浙江队 其实浙江队本赛季表现非常不错 目前来是排名连赛第四 可以说作为整体实际来说 山东队如果正常发挥的话 其实是完全可以打一打的 白场比赛可以说打得比较胶着 双方也是胶体领先 但是可以说在比赛中 才慢慢再次抢劲 在最后一分钟 双方一个二分之一球 陶汉连与对方的一个球员 有一个争抢 最终可以说球没碰到底线之后呢 裁判也是吹了陶汉连去犯规 然后陶汉连也因为犯规六次离场 接着又追加了陶汉连 一个围体范围 可以说连续两个范围 让比赛的天平彻底清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管是在国际赛场 还是在NBA的时候 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的话 一般的话 裁判是不会去吹哨的 因为你一旦吹哨 可能会影响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势 包括尤其是在比赛比较激烈 双方差一两分的情况下 如果你连续吹哨的话 可能会影响整个球队 包括整场比赛一个彻底走势 但是呢裁判在最后时刻连续吹哨 最终呢导致上队落后的四分 可以说逼的上队不得不强途三分 才能够追回一些比分 最终呢上队也是没有去图中这个三分 可以说输六比赛 从裁判员给的这个范围可以看出呢 在场面的学长所啊 主角的学长所也是彻底的看萌了 因为目前来看 在最后一分钟的话 如果裁判员如果强行的去吹哨的话 可以说对于上队啊 双方比赛啊 可以说整个努力啊 是彻底的化为泡影 因为双方比赛上队其实打得不是很好 而且事物比较多 尤其是达委员吉人沃特可以说数比较多 但是呢上队确实用完整的拼一波 而有助比分 包括头汉林老教哈勒森表现都非常不错 头汉林也是拼了六分离场 哈勒森呢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休息 通过本场比赛可以看出呢 上队整体的表现非常不错 如果以后的比赛中啊 能够继续这样的发挥的话 我觉得这几乎赛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前提是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一些 判法的话 可以说面对一些强敌的话 确实输球也是应该之中的事情 因为目前来看 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呢 采盘牙确实在最后时刻这个吹罚 确实值得商圈 可能在赛后也会写出采盘报告 因为在最后一分钟你还去吹罚犯规 包括连续罚三次球 让落后的一方可以说 基本上彻底失去了这个 获得比赛生日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 葬送了 可以说完相葬送了一场比赛 因为最后一分钟啊 说实话 尽量守吹兽 才是一个真正的 好的采盘牙该走的事情 好了 欢迎武汉北七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